请收看惠律法师博学讲座 后来跟一个通灵的人 通灵的人说 他前世是修行修得非常好的一个比丘理 前世哦 修行修得非常好的比丘理 当时送法华经 出莲花香味 妙法莲花经 送法华经 结果没有往生 没有了生死 又来转世 忘记了前世自己是修行人 金神经世又结婚了 所以我碰到他 他都说 阿姑啊阿姑啊 你出家真好啊 我说那你 对不对 前世都有散花香味 那你为什么不出家 哎呀没办法了 又生了三个孩子了 忘记了 所以这个修行啊 金神经世 你要听到何话跟长后 一下子 就让他了生死了 你说呀 我可能不行 下辈子再来 你下辈子再来 你已经忘记你是谁了 前世你看他前世 送法华经 前世都散花香味了 哎 我也不相信 他坐在了旁边 真的就不到香味了 就像研发清 很清香的 很清香 不是那种 很不好闻的 有的是 有的是化妆品的香味 那个不是 那是真的散花之体内 那种果报 所以你要修行啊 记住 念佛要不断 末法时期啦 净土法文啦 你要支持佛侯 一行不断 该放下的 统统放下 每天要自己安排功课 同时要多听入一带 多听正法 有的人说 哎呀我这好 念佛就好了 不行 烦恼一起来 没办法读佛 不听经文法 不听善知识的开示 你念佛 你是压抑的 要听经文法 有智慧 那这个是用疏导的 疏导的 所以有的人主张 我一心念佛 不看经典 不听录音带 不清静善知识 如果你是上根立志的 没话说 没话说 有的即使根基真的很立 但是在这里啊 我们指的是 百分之九十九的 在这就是 我劝你 要安排 听入一带的时间 看书的时间 直接安排 灭火的时间 这是我对 给大家一个欠告 很诚意的欠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